中共前党会江泽民暗中扶植的中共接班人薄熙来 为了树立政绩及积攒实力 和前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在重庆是开展了唱红打黑 这期间制造了许多黑语冤案 被重庆打黑期间被诬告人士辩护 而反被罗织罪名成为阶下囚的北京律师李庄 日前出席香港的书展活动 他大报薄熙来与王立军的打黑内幕 吸引了数百人到场 当中不少是中国大陆的游客 作为今次香港书展的唯一神秘人物 那批市民挤报北京律师李庄在7月19日的座谈会 他透露即将出版一本30万字的自传 大报薄熙来与王立军打黑内幕 李庄认为他的案件虽然是个偶然事件 但也有必然的原因 李庄案到底怎么是一回事呢 就是在他们正在制造政绩 想让全世界观众给他们鼓掌叫好的时候 我走进了他们的这个局 当然这个局不是为我而设的 他们这个局是打出声威 打出关注度 打出政绩 这是政治上的目的 经济上的目的 还有 他又说 薄熙来和王立军当年抓了很多民营企业家 将巨额财富没收之后 为其政治服务 再用剩下的金钱来笼络人心 例如在公安局建造豪华的员工餐厅 向公安们发放西服等 李庄并反驳中共喉舌凤凰台报道 指其没有被刑供 认罪是刑事所迫 他解释当局确实没有刑供 但是认罪是他想快点出去 他说原本王博答应他一审认罪 就释放他 让他回家过年 结果在二审时给揭发 毁罪书是藏头诗后 就将刑期改为一年六个月 结果他在庭上接薄熙来父亲的老底 1936年在北京草莱的监狱 国民党的监狱里边 你们去看看 61个共产党员都写过悔罪书 宣布脱离共产党 第一个就是拨一拨 你们看看 后来他发警 奔着我 走走走走 李庄在总结时表示 只唱红是遮羞布和党剑牌 挡着对薄熙来的质疑 如果薄熙来成功当政的话 后果将很可怕 在座的可能三分之一人头落地了 看谁有钱谁危险 有传媒报道 备受关注的薄熙来案 获将于八九月开审 李庄认为要看届时公布的证据 现在谈还为时过早 他在接受香港传媒采访时曾表示 薄熙来的罪行比前铁道部长刘志军更大 因为薄不仅仅是贪污 更是在重庆实施了多年法西斯暴政 李庄又表示 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央政法委书记未入常委 政法委的权力正在削弱 我已经接触了很多省市的政法委的书记 曾经他们可以一个人代表公监法 他都说了算 现在你在找他 他会跟你说抱歉 李庄老师 我现在不能管理指挥了 我只能负责 重庆打黑至今仍有不少未平反的冤案 演讲结束后 李庄既被一群来自大陆的访民包围 希望得到李庄的帮助 去年 王立军闯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之后 美国媒体爆出 王立军告诉美国官员 薄熙来和周永康意图联手政变 拿下习近平 又传出他将有关中共镇压法轮功的资料 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内幕的秘密资料 交给美国政府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做贸唐 月村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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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